3然後新增再往下抓4新增 抓5新增一直到最後一筆為止 那程式怎麼寫 這個應該 比較 比較前面都有講過了 那主要就是這個 這個4i 等於3到什麼 Range B2或B3都可以 去偵測最下 偵測的話已經 這個點下去 建議會用打的 然後呢用選的 空白 後刮弧 選什麼 X當 後刮弧 前刮後刮弧 然後點 打一個R R去找什麼ROW ROW 按空白鍵 這樣就偵測到3到8列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有1000筆資料 他也會幫你偵測到1000筆 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把底下 把單筆的部分 A到1 Core Ctrl C 移到這邊來 貼上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Tab一下 收牌 因為它是裡面的 下一階的 那 裡面的話 列 剛剛是R 是最下面一列 那現在是 放什麼呢 放 I不就好了 因為 我現在要放的 第一個是從第三列裡面的資料 所以把R改成 I 這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 只要先抓到 第3 先抓過來 然後去新增 再抓4 再新增 抓5一直到8 他就不是主筆一個一個新增的嗎 對不對 新增完之後的話 再跳出一個訊息 Message Box 因為 如果你沒有最下面這個 你新增完 好像到底有沒有新增 如果你沒有跳出來 使用者不知道 他就一直按 一直按 一直按 所以一直新增 一直新增 那資料就會亂掉了 所以 至少讓他 確定有看到了 所以 我們 做完之後 再來跑跑看 有沒有 啟動表單 然後這些資料 要全部都 新增過去 按新增 OK 有沒有 全部新增資料 OK 而且還蠻順的 都沒有 跳出什麼 錯誤訊息 按確定 再來的話 我們移到 SS 裡面看一下 這些資料有沒有被新增進去呢 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新增了 因為剛才我先新增了一個 單筆 然後再新增一個全部 所以你會發現全部的資料呢 就通通過來了 對不對 這樣好像感覺 其實以後 你就照call 那 記得就是一些訣竅 引用ADO 然後 音色音凸的語法 文字記得前後加單引號 數字的話 不用加單引號 大概就差不多 因為 你的資料不外乎 就這些東西嘛 所以 建議回家 一定要趕快找一些 其他的資料來練習看看 以後 你會發現 ECL 把ECL資料 轉換到 SS 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照call就好了 不過可能 當然 還是 有點複雜了 不過我已經盡量把那個 複雜程度降到最低了 大概已經沒有辦法再 再更簡單了 OK 大概是有這些東西 然後 不過 再次